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许大老师来咱们聊几句金正恩 朝鲜的这个领导人呢 这个 他们的这个三代领导人也就是金家王朝的这个 第三代啊 老百姓把他叫做金三胖这个三胖先生的话呢这个 很少说他 咱们今天来说说他 我相信这个大家可能新闻里面都看到了金正恩的话呢这两天是 风头挺胜的这个在我们这个王毅外长 到凡韩国之际的话呢是试射导弹 前天的是有一个这个巡航的 应该是一个巡翼飞弹因为整个的这个据报道说是飞行七千多秒 七千多秒你算一下时间的话呢那基本上就两个多小时吗对吧7200秒不就是 两个小时了吗两个多小时了 两个多小时的话呢他肯定不是那种洲际导弹 用洲际导弹燃料肯定 烧不了那么长时间嘛 就是巡翼飞弹 巡翼飞弹长什么样子呢就是他其实就像一个这个 就跟那个飞机有点像自己有个小翅膀 然后呢这个 有一个像飞机引行一样的这个推进器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而且整个的这个报道说的这个巡翼飞弹 当然这是他们自己自己也也报道说啊 是飞那个椭圆形的这个轨迹 而且呢有一个八字形的一个环绕啊 就这两种轨迹的飞行 这两种轨迹的飞行有一个什么好呢 他能够躲避你这个 就是说这个 对他的这个反 反击的这个 操作 雷达上还能看得见啊但是问题是 你要这个防御 把它击落的话呢 像他这种飞行轨迹是有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常规的这个洲际导弹的话不是全是抛物线吗对吧 起来升空 然后慢慢过去慢慢过去 到他的这个最高点然后往下落的时候的话呢 整个的就是一节一节对吧最后呢 一般来说这个洲际导弹也有个 至少有一节啊 就整个那么大的一个导弹的除了那个推进器的部分 就其实前面那个弹头啊 真正的是打人的地方就那个弹头 至少是有一节的这个推进器 有时候的两节啊 就跟火箭一样 一节完了两节两节完了以后呢 传传导到这个导弹的部分啊 最后的导弹的部分这个打开对吧 比如说这个像我们这个 东风26 东风26的话呢 当然他不是跑五线他是一个挖跳啊 就直接是从这个大气层以外打进来的夸的一下子跳跳出去对吧 然后像大气层以外的这个打过来 这个呢 挺厉害的 而且整个的东风26的话呢十个弹头 十个弹头啊 那么你说洲际导弹的话呢 他最后整个的应该大部分的全是这个抛物线啊 巡异飞弹不是巡异飞弹的话呢 他整个的就是 绕着这个固定的轨迹在飞 椭圆形的或者八字形的啊 他的作用就是躲避啊 你的这个防御飞弹 对他的这个追踪 在这个时间点然后这个而且呢非常诡异的是在半夜12点 对吧 据说是为了不让那个美国人 能够这个对他有有跟踪啊 其实这个话不成立的因为你半夜12点人家那那不正好是大白天吗 所以这个话应该是不成立的 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半夜12点 而且呢据说那个我看了一下那个图片啊 整个的这个金正恩出来的时候那个照片啊 我们知道这个韩国的这个医美是很成功对吧 韩国对吧我想那个朝鲜可能可能就这方面的技术也不错啊 但整个的这个我觉得不是光是一个医美的问题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小伙子一样 他本人其实已经不年轻了 但半夜里面的那张图就像个小伙子一样对吧 就感觉 那到底是不是本人呢 但是到了第二天 他再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好像突然之间又非常销售 所以就是也是有小道消息啊说好像是同时 培养了有几个这个 是他的这个分身啊在各种各样场合是出现了 然后半夜12点的话呢就是说这个 故意啊 这个月黑风高不让大家看清楚 不管怎么说吧这个 至少说那个朝鲜目前整个的这个试射 他是非常频繁 前天以后的话呢我看昨天又是射了 这个试射的话呢是 这次的是一个洲际导弹 而且呢特别强调啊是从这个中国大陆 以内往外的这个方向 是朝着这个日本的那个方向 在射啊 但日本就反应比较大一些啊 韩国的两天反应也很大啊 而且韩国的直接就是也试射了自己的这个 洲际导弹啊 3000公里那个 直接从那个水里面打出来对吧 然后应该说这个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呢 有很多的原因啊 但是这里面比较大的两个疑问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 他这个金正恩本人没有出来 因为像以往来说吧 你照正常的这个思路来看的话 像这种这个大型的这种要武扬威的事情啊 他一般都会到现场 来这个提振士气啊 或者就是要来这个 就是献一下身呢 代表一个这个政府的一个态度啊 都会来 而且呢一定是穿着军装啊 但是你看那个 他试射那个巡翼飞弹 就巡航的那一个 那个他试射的时候的话呢 反正就是说那个 来的那个金正恩吧 来的那个金正恩 就73周年的那个活动嘛 他穿的而且是那个 就就就那那种那种这个西装 穿穿的是那个普通的那个衣服不是金装啊 给人感觉整个的就跟他以前的这个 一系 一贯的这种风格啊 有些不一样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应该看到应该说这个我估计啊 整个的这个朝鲜啊他这个 现在因为也已经秋天了嘛 今年的整个的这个全世界因为遭受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了粮食都是一个大问题 而在这个时间点呢 我们的王毅外长已经是这个去完了那个越南对吧柬埔寨 新加坡 然后呢去了韩国 这个呢肯定是会给这个朝鲜啊 有一个刺激 当然 在这样的时候造访韩国的话呢 文在寅会很高兴 文在寅会很高兴啊 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啊这个 看整个的这个王毅外长跟文在寅的这见面啊 我我觉得应该 不出大的意外啊 明年的这个冬奥会啊 我觉得文在寅很可能这个他会来 回来啊 这个也是一个国家对 中国的这个举办这么大型的活动的一种表态啊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来 因为在这样的时候吧这个表明了中国的中国的到韩国的这个造访也表明了一种立场对吧 就说这个不管你这个朝鲜是怎么怎么在弄啊 但至少说这个 整个的这个东北亚 包括说这个王毅外长之前去的那些东南亚 应该是中国目前要争取的国家 为什么要去那个越南柬埔寨呢 因为你往前看两个月啊 美国人整个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家里面能拿得出来的人都去了一遍 对吧 副国务卿国务卿 国防部长 真的拜登就是说句不好听的他也就是岁数啊 放在这里 不然的话呢他他自己可能都要亲自上阵 实在是没人的最后连什么卡马拉哈里斯都要去了 卡马拉哈里斯这样的他 最后都派出去了 整个的把这个越南对吧 包括其他的几个这个东南亚国家给走遍了 越南我们一定是要争取一下的 越南是 一直以来吧 就是说这个对中国都很仇恨 但是呢这个 他又时时刻刻的这个 经济上 又很依赖中国 所以说对中国也是一个很矛盾的国家 也是非常容易 挑拨离间啊 就是你如果你要在东南亚里面找一个这个 这个挑拨离间 就像这个服服一个印度一样的啊 越南一定是这个不二的人选 新加坡就很聪明 新加坡的话呢这个你看那个李李显龙对吧 王毅一去以后就说了这个他说这个 欢迎加入CPTPP 对吧 王毅一过去就就直接就这么说了 你最后加不加我不知道 但至少说这句话 听了以后让人觉得很高兴吧 新加坡就是一直很会做人 就这个总是啊 这个一碗水就端得很平 这儿夸几句对吧 那儿夸几句 新加坡的生存之道 然后在这样的时候的话呢这个王毅啊 去了这个韩国的话呢 就给人感觉就至少说吧这个 你看整个的目前 美国对中国就是一个包围政策吗 而且这个紧接着马上就是要组组一个这个私方机制 组一个括对吧 小北约 这个小北约是一定会组成的啊 一定会组成的而且说个题外话 拜登不是给习近平打了一个90分钟电话吗对吧然后在那个以后第二天又打电话了 又打电话以后的话呢反正至少说有五个人啊 至少是有五个人亲耳听到什么呢 听到拜登希望能够跟习近平有一个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以我对拜登这个 从他上任以来啊 这个差不多这个大半年时间以来的这个观察 我对拜登有两个结论啊 第一个结论呢我觉得这个老头啊 他不能说是不聪明 但是呢真的他有些东西啊 整个的这个思维还是停在过去了 或者说他被国内的这个 跟共和党之间的这个斗争啊 以至于他们整个的这个中期选举啊 一系列的这种因素啊给绑架了 有时候他不得不做出一些这个 自相矛盾的事情来 就觉得这个他整个的这个政策并不管用 挺傻的 他嘴里面一直说这个俄罗斯才是美国的敌人对吧 中国的话呢是这个竞争合作对立 三分法 但是你看看他用在俄罗斯身上的时间是多少 他用在中国身上的时间和精力是多少 所以就不要听拜登在说什么 他那张嘴啊 真的还不如特朗普那张嘴呢 就是胡说八道呢 其实就是把中国当成最大的敌人 这不很简单的是吗 拜登整个的这个 他就是就是一个假动作 每次 和 中国 比如说和习近平打完电话 比如说表态对吧 跟中国要要要合作要什么 马上就会给你来来一个这个动作 很恶劣的事情 每次都是这样 已经发生过好几次 这次 我一看 他跟习近平打了一个电话我就知道肯定又来了 结果你看就来了吗 马上马上就来了 对吧 组一个四方机制小北约 习近平的这个回答 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 这个就说这个没有必要见 如果美国一直是这么个态度的话呢 那大家就 整个的就是 就没没有这个见面的必要了 因为你完全诚意都没有 有什么好见的呀 对吧 我还听你当面跟我乱七八糟说一通有什么用意 回头 你该组北约组北约 该对我围堵就得围堵 有什么意思呢 而且现在表明一个什么态度呢 只要你美国的这个 诚意不够的话 那就永远就不要见了 就这样 G20开会的时候 就算大家碰到面 也不会跟你私下里面有一个会面 就这样啊 而且据说吧 我看一些报道 据说这个习近平这个在跟拜登的这个电话里面呢 整个的这个态度啊 是非常的礼貌 非常的这个听上去这个语气很和气啊 但是表达到中国的立场的时候啊 就是非常的坚定 这个就对了 那可不就得这样吗 这有什么好见的 见面以后聊什么呢 你再买点我的国债吗 这有什么好聊的 整个的这个 他的这个小北约啊 肯定是会组成的 但是我觉得呢 这个小北约里面最大的败笔呢 应该就是印度 因为印度这国家的话呢 有很大的问题 你要真的把他当盟友的话 你首先你得 怎么讲就是 吃喝方面 疫苗方面 确实得给的给他不少 而且呢最后你能指望他给你做的事情啊 你也不能对他抱太高的期望 印度这国家的话呢 往往啊 有时没他还好 有他的话呢 最后整个的这个事情 反而就是会出现意外啊 而除了这个印度以外啊 你看整个就整整个中国中国这个周边 美国一直在争取的这些这个国家 我觉得很大的这个突破口 很可能就是 韩国 韩国这个国家的话这个 至少说 这个 表现出了这个和日本明显不一样的态度 你看五月份不是这个有一个 拜登就是在开那个G7之前不是有一个关于这个中国威胁的一个表态吗对吧 先是接待了这个菅义伟就在美国啊 还没有去英国开那个 然后的话呢这个菅义伟走完以后的话呢就文在寅就去了 但文在寅 这个去了以后的话呢 没有一个联合声明表态说承认中国威胁对吧 所以你就看得到了 韩国是目前美国这些这个 算是他盟友一样的那些国家里面啊 美国又想拉拢 把他拉到这个无言里面来对吧 但是呢又觉得这个韩国的好像那个立场不够坚定 不像日本的这个对吧 叫爸爸叫的这么想 你感觉好像韩国你你到底是跟我还是不跟我的就这种感觉啊 我觉得韩国可能是一个缺口 而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呢走访韩国啊 我觉得就对了 他朝鲜他闹的你让他去闹呗 而且呢这个说白了我觉得这个 金正恩啊 很可能就是 就是要粮食了 他每年其实都要搞几次这个导弹试射对吧 试试完了以后的话呢然后然后就这个 换一点吃喝的东西 就过一下就这样 这国家的话说句实在的这个 国家是不行啊 但是这个金正恩啊这个给我的感觉 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吧这个三胖先生我觉得能排进前十名了 基本上就是一个 国家 整个国家你看就是一个恶不死人那个状态吗对吧 全国上下就是勒紧裤腰带 最后呢把一个核武器搞出来了 当然你说是他自己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 这里面啊 凭朝鲜自己的这个能力我觉得不是 肯定得 得有其他的大国帮他呀对吧 这个大国是谁呢 你你你你想啊 很有可能是那个就是 弗拉基米尔对吧 普京先生 很有可能就是俄罗斯 没有这个 大国的帮忙 你想凭他一个 小小的一个朝鲜 他之前不是没搞过啊 那这之前搞出来那些东西都不行了 哎 但是就是慢慢的慢慢的搞成以后的话呢 朝鲜第一次就是把这个命运了掌握在自己手里 从此以后就是真的是谁也不怕了 就怎么怎么讲就是流氓就耍到底了 这个国家算是真正的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安全 我们对朝鲜态度的话呢肯定还是希望要 就是要 和平解决这个他和韩国之间的问题啊 而且呢是希望能够往去和的这个方向去引导 当然这也是不可能的啊 因为整个的地缘啊走到这一步以后啊 你看就是两个都是吃着这个kimchi啊吃这个泡菜的这个 同一个民族啊活生生的分成两个国家以后啊 就是很难再回头了像这种 争端的话 你如果不是不是打一场仗的话我觉得 永远是解决不了啊就只能是大家就就这样过下去 反正就给我感觉的话呢这个中国目前整个的这个 我我我们在做的一些这个努力啊 整个的方向还是对的 美国呢反而是我觉得 他的这个 整个的希望围堵中国的这个政策 这个策略啊 很蠢 因为他这个拜登自己跟这个习近平电话里面也说了吗 不希望这个发生正面的这个军事冲突对吧 但是他的这个希望的是不发生军事冲突的前提下 然后越来越多的 你周边的这些邻国 能够呢不停的在军事上和你施压然后造成什么呢 你中国呢 被迫的 你你原来那些的这个可以用于国际民生的这个投入 不投入了 去搞这个军备竞赛 从而让你这个发展就越慢越好 他希望把中国就拖到这个里面去 这个当然 不是我们 就那么简单的就会就会跟你就 调到这里面 而且最主要的是 你美国 这个口号 归口号啊对吧 你像那个韩国其他心里面很清楚 包括像新加坡越南心里面很清楚 口号是口号 但真正的这个吃饱饭 真正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利益 这个是他们自己都会想的 到底要跟中国是一个什么关系 他们自己都会想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策略啊 就是以就是真的说句不好听的 就是 七老八十这个 实在想不出别的东西了 把这个拿出来秀一把 其实真的很傻 真的很傻 没有任何的用 说句题外话这个美国的这个 最近我看有有有些这个他们自己 为了明年中期选举吗对吧 然后有些这个州 也发生了一些这个拉票的情况 他那个加州那个州长就长得很像那个 马当娜的那个前夫吗对吧 长得很像那个 小片 挺帅的啊那个 本来的这个好像感觉也岌岌可危啊 但最后拜登跟卡卡马拉哈里斯两个人 双飞 双飞去了加州啊 总算是保住了这个 民主党在加州的势力啊 我真的觉得拜登 照这个趋势下去啊 他明年的这个中期选举 挺危险 更不要说这个还有特朗普一直在背后对吧搞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动作 然后那卡马拉哈里斯的整个的能力反正大家也看到了也不用多说 他能够放到那个副总统位置本来就是 用于这个政治政权 就是我就是为了要一些选票 不指望他能真正的能够做一些什么事啊 看吧好吧反正整个的这个关于 关于这个朝鲜的我觉得 应该应该我觉得就是要粮食了 他可能就就是每年都会闹一下吗 给他一些粮食 估计就没什么事了 好吧那么这条新闻跟大家就聊到这儿 还是欢迎大家订阅收看我频道并在下方的告诉我您的想法 好这期节目就到这谢谢